黑道风云 第三十三集 听到妓女的诉苦 陈卫东放下手中的小镜子和木树 站了起来 小镜子和木树是陈卫东的必备家事 基本上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 据说他经常对着镜子唱费祥的独拟 独拟千遍也不厌倦 照着小镜子的他每每唱的这一句 就会严重的和这歌词产生共鸣 兄弟几个 进来吃饭不 三匾瓜最爱酒后惹事 上次和潘大庆酒后在厕所里打了一架就是名证 吃什么吃啊 没看见我们都喝完了吗 那你在这里聊着我们的服务员干嘛呀 聊着 就是东北话中的骚扰的意思 三匾瓜笑嘻嘻的说 服务员 是小姐吧 兄弟啊 说话注意点 据说呀 当天只有陈卫东一个人在饭店 他也不敢和三个人打架 三匾瓜不认识陈卫东 越越欲试 想上去动手 你让谁注意啊 你是谁啊 我叫陈卫东 去打听把他去 啊 这片谁不认识我陈卫东啊 陈卫东不但对自己的容貌自恋 而且对自己的名气十分自信 三匾瓜学着陈卫东的语气说 我叫三匾瓜 去市区打就打就去 谁不认识我三匾瓜呀 行啊 你也把号留下了 改天我找你会一会 陈卫东知道 凭自己肯定打不过他们三个 三匾瓜就嚣张了 哎 不敢来找你三爷 你他妈的是孙子 对 对 谁他妈的怂 谁是孙子 陈卫东一看 今天打不起来了 高兴着 三匾瓜等人大摇大摆的走了 不敢来找你三爷 你是独子 三匾瓜临走的时候又重复了一遍 可能在他心里认定啊 陈卫东不敢再去找他 三匾瓜等人刚刚离开 陈卫东就对服务员说 把赵山河给我找呢 当天晚上 赵山河就开始带着几个兄弟 在全市的主要娱乐场所瞎溜达 目的是找到三匾瓜独打一顿 给他的表哥陈卫东出口恶气 在陈卫东的眼中 他手下妓女的权力不容侵犯 这是他的根本利益 虽然可以来这里嫖娼 但绝对没有免费调戏 他手下妓女的权力 如果有人侵犯了他这个根本利益 他就要进行武装镇压 绝不能让三匾瓜开了这个仙盒 二狗依稀的记得 当年赵山河的发型是圆寸 也就是把头发剃得只留下很短很短 紧贴的头皮 他这个发型 酷似美剧月月二中的那个华裔FBI手机男 赵山河不但发型 一直引领着当地混子的潮流 穿着打扮 也时尚的很 当年他喜欢穿一条喇叭裤 上身是一件全是纽扣的黑色夹克衫 当年他这件全是纽扣的夹克衫 全是只有一件 绝版 总而言之 赵山河的这个造型 乍一看很摇滚哪 虽然赵山河造型出众 但这不是他成名的主要原因 他的成名还是基于其武艺高相 单了挑遍全是无敌手啊 据考证 赵山河离家出走 四处拜师学艺的几年中 学到了一套叫 太极梅花唐狼拳的拳法 赵鸿冰和小北京曾经说 赵山河的这路拳法 顾名思义 是集中华武术之大成之作 拳法是唐狼拳的精髓 重义不重刑 出手是太极劲 借力打力 梅花是说 拳脚如梅花般纷至踏来 让对手防不胜法 因此称之为太极梅花唐狼拳 赵山河当年每次打架前的口头禅就是 单挑 还是群欧啊 赵山河之所以有自信 给对手出选择题 而不是必答题 源于他对自己拳脚的自信 据说有一次 赵山河自己一个人 和当地的三个小混子发生了冲突 赵山河又忍不住 说出了自己的口头禅 单挑还是群欧啊 那三个小混子一听 我靠 他自己一人 谁傻逼啊 跟你去单挑啊 趁着人多势众 就把他拿下了 谁他妈的跟你单挑啊 杀 说吧 三个小混子一哄而唱 看样子是要围歼赵山河 结果恰恰相反 这三个小混子被赵山河一个人给歼灭 赵山河虽然很客气的给他们出了道选择题 但是无论这三个小混子怎么选择 都会把这道题做错的 当年学武术的人通常都认为自己是个大侠 他讲义气 赵山河也讲义气 但他只对陈魏东一个人讲义气 当天晚上赵山河就找到了正在铁路工人文化宫打台球的三饼瓜 谁是三饼瓜 赵山河带着三个人 走路大不留心 带着一股风就进了铁路工人文化宫了 三饼瓜放下了台球杆 我就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你得罪了谁吗 赵山河气宴十分嚣张 三脸瓜挺不屑 我管你是谁 告诉你 我叫赵山河 陈魏东是我表哥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有事说事 别他妈的默契 别装 容易受伤 小臂崽子 不就是来找我的吗 别他妈磨叽 三饼瓜说着 走了过来 三饼瓜虽然伸手不怎么样 但是生平最不怕打仗 赵山河 赵山河又很绅士的习惯性的问了一句 单挑啊 还是全欧啊 单挑 挑飞你 三饼瓜说着一脚就踹了过去 赵山河 赵山河轻轻的向后那么一闪 抓起了三饼瓜的脚腕子 向后一拉 三饼瓜当场倒地 赵山河紧接着朝三饼瓜身上乱踢啊 踢的极重啊 看样子 赵山河是真想让三饼瓜住几个月的院子 赵山河的三个小兄弟 成天跟着赵山河混 也有些拳脚 三饼瓜的兄弟 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两分钟以后 台球市里一片狼藉 地上躺着不住呻吟的三饼瓜和他的几个兄弟 赵山河扔下一句话 记住 我打你就是个玩 划你就是个拳 以后没钱 别他妈的去我哥那穷得瑟 说罢他扬长门去 当天晚上约九点钟左右 浑身世上的三饼瓜去找正在赵洪冰饭店喝酒的刘海柱 这天刘海柱和赵洪冰两个人又喝多了 躺在旅馆的三楼睡得很死 无论怎么叫也叫不行 只有小北京还相对清醒 三儿 怎么弄的 沈业 下午我去钢窗厂那边溜达 和陈卫东骂了几句 晚上他就让他表弟来找我了 陈卫东 就是那个开清原路的那个 小北京虽然没彻底醉倒 但也有七八分的醉意了 就是他 他怎么就那么牛逼呢 小北京一向有一股老子天下第一的野气 叫醒柱子哥吧 不用了 你看他们两个还能起来吗 我去吧 在二狗的记忆里 这貌似是小北京唯一一次为赵洪冰以外的人出头 小北京谁都不服 从来没把哪个混子放在眼里 但他到现在都不曾承认自己是个混子 或者曾经是个混子 因为他虽然极擅长打架 但从来就没想过要混黑社会 他打架只是为了保证自己和赵洪冰不受欺负 他这次帮三匾瓜 最重要的是他有着一颗感恩的心 毕竟在和李老棍子打架的时候 刘海柱和三匾瓜等人 二话没说超级家伙就来帮他们 在和二胡打架的时候 三匾瓜又冒着风险把枪接给他们 如今三匾瓜被打成这样 他再不出手 也枉被大家尊称一声申爷了 尽管申爷二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带有开玩笑的意义 但小北京每次听到都觉得十分受用 我让厨师热热菜 三儿啊 你们在这慢慢吃 我一会儿就回来 小北京说完就走了出去 申爷 行吗 我们和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 你们先吃口饭吧 小北京拎起头盔就走了出去 在打这次驾之前的一个多月 小北京和赵鸿冰刚刚买了台红色的幸福牌摩托车 这摩托车噪音极大 车身很重 马力很足 骑在马路上很是拉风呢 小北京喜欢高速飙车 每天骑着这摩托车招摇过市 通常是马路上的人刚刚听到摩托车发出的轰轰的噪音 转身去看的时候 却只能看见小北京摩托车后面冒出的白烟了 可见小北京的车开的有多快吧 唯一敢坐小北京摩托车的就是赵鸿冰 尽管赵鸿冰不敢开的那么快 但是他敢若无其事的坐在小北京的摩托车 他对小北京的为人和骑摩托车的技术 有着同样的高度信任 这是他们两个无数次把性命交到对方手上 才筑成的无可比拟的彼此信任 甚至有可能赵鸿冰对小北京技术的信任 要超过小北京对自己技术的信任 小北京和赵鸿冰第一天把摩托车买回来的时候 赵鸿冰的三姐也在 小北京嚷嚷嚷要送三姐回家 三姐从小没少坐过轿车 但从没坐过摩托车 感觉很新鲜 就上了小北京的摩托 不必说呀 肯定是一路风驰练车 据说那天小北京把赵鸿冰的三姐送到他家楼下的时候 赵鸿冰的三姐已经下得不会下摩托车了 呆呆的坐在摩托车上 一分多钟后放声大哭啊 哭得花容失色 为此事赵爷爷严厉的批评了小北京 汪说了 小北京啊 送赵鸿冰三姐那次 不但是三姐第一次坐摩托车呀 也是小北京人生中第一次骑摩托车 上车之前 小北京认真地看了一遍说明书 刚刚知道了哪个是离合 哪个是油门 怎么挂挡 第二天 缓过神来的三姐对小北京说 你早晚得勤摩托车上树 以后别开那么快了 小北京痴痴地看着三姐那圆征的姓慕 三姐 我还没和你结婚呢 我能死吗 赵鸿冰笑吟吟的评价说 嗯 要想死得快 就其两脚踹 根据当地交通部门统计 截止2000年 在当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购买摩托车的 近九百名消费者中 幸存至今的 而且身体没残疾的 只剩下不到二百人 当然了 小北京就是其中之一 小北京一阵方式的 孤身一人杀到陈卫东的饭店的时候 陈卫东的饭店依然门庭若市 毕竟陈卫东的饭店和普通饭店不一样 虽然其他的饭店这时间已经打烊了 但人家陈卫东这边才刚刚开始 小北京到了青园路门口 摘起了头盔 挂在摩托车的车把上 摩托车火都没吸 小北京进去后 微笑着问服务员 陈老板在吗 在呀 您是 服务员听小北京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还以为是陈卫东生意上的朋友呢 北京人出了名的礼貌 对服务员说话都称呼您 而不是你 我是他朋友 找他有点事 麻烦您帮我教一下 好啊 您等一下 谢谢 几分钟后 张头鼠目的陈卫东东张西望地走了过来 谁找我 陈老板 您好啊 是我找您 小北京一边客气地说着 一边伸出手走了过去 貌似要和陈卫东握手 你是 陈卫东虽然也伸出了手 但他满腹狐疑 您不认识我了 小北京离陈卫东越来越近了 当两个人的手就要握在一起的时候 小北京突然一拳重重地打在了陈卫东的小肚子上 随后抓起陈卫东的头发就是一电炮 还没等陈卫东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已经被小北京打倒在地了 原来啊 小北京听三匾瓜说赵山河会武术 以为陈卫东也会点武术呢 他所以笑里藏刀 打了陈卫东一个措手不及 小北京随手抓起了身边一个白酒瓶子 抓着陈卫东的头发 开始朝陈卫东猛砸 小北京抓人家头发的手型和普通人不一样 他抓住人家的头发后 手指向右拧上九十度 再用力向上一扳 抓得是结结实实 陈卫东再怎么说也是称霸一方的枭雄啊 混了这么多年还真没挨过几次打 这次不但被打 而且还是被抓着头发打 这可能是他最狼狈的一次了 被偷袭了 没办法 后来小北京说 虽然地痞流氓打架的时候爱抓头发 但是如果抓到一个多少会点武术的人的头发 绝对不是件好事 因为抓头发这样的低级勤拿 破绽太多 最少有七种方法可以破解 他之所以敢抓着陈卫东的头发连踢带打 是因为他意高人胆的 陈卫东随便怎么样 也逃脱不了他的手掌筋 小北京对着满脸嗜血躺在地上的陈卫东吓唬他 三饼蛙是我朋友 还是刘海柱的兄弟 以后你再敢欺负他 我他妈废了你 说完 小北京转身快步离去 这时赵山河出现在了饭店的门口 据说当天他喝多了 刚出去吐 吐完正好看见小北京打完陈卫东转身要走 陈卫东亮相地站了起来对着赵山河喊道 把他给我拦住 已经喝得迷迷糊糊的赵山河又给小北京出了道选择题 单挑还是全欧啊 单挑 小北京斜着眼睛冷笑着看着赵山河声音红亮 且干脆的说了一句 赵山河怕弄坏了饭店里的东西 那就出去比划比划吧 出去吧 小北京琢磨着 出了门以后跑起来更加方便 小北京单挑绝对不怕赵山河 赵山河虽然身手出众 但和小北京相比顶多是半斤八两 而小北京却比赵山河多了一股机灵劲 如我单挑 小北京应该不会输给赵山河 他有这个自信 但小北京怕的是赵山河身后的那三匹狼 即使小北京把赵山河打败 刚才扶着赵山河出去吐的三匹狼 一定会一轰而上了 再加上店里的服务生 今天晚上小北京非被留在饭店门口不可 小北京就是小北京 当年枪林弹雨都毫发不伤 今天岂会在这些土流氓面前吃亏呀 高手过手 决定胜负的通常就是一两下 这两个人一个是每天勤练武术并身阴太极梅花 螳螂拳精髓的功夫小子 另一个是经历过战火并且经常思索武与缠的退伍侦察兵 饭店外的众人寂静无声 个个屏住了呼吸 赵山河屈膝提腰 做寒击步 凝神备战 据小北京后来回忆说 凭借他多年对人的感觉 那一刻他明显感觉到对方精气充盈 寒而不露 绝对是个打架的好手 小北京最具智慧的一幕出现 小北京当即摆出个八卦游身长的架势 这一下 可把赵山河等个人给站住 他们都抢了 我靠 拍电影啊 当时混子们成天打架 但还真没人在打架之前先亮出招式 基本上都是冲上去乱打一通 即使是赵山河的太极梅花螳螂拳 也没有固定的招式 当时武侠片 正大行其道呢 大家都对中国传统武术 有着近乎盲目的崇拜 当赵山河看到小北京的掌势 淡定的气质 似是而非的步伐 一时也愣了愣神 其实二狗知道 小北京根本就不会什么八卦游身长 他在部队里学的都是生死搏击 根本就没什么花架子 他之所以能标准的做出八卦游身长的架势 是因为他看过一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十本流行的叫武林的杂志 上面有介绍这套长法的一篇文章 在这生死关头 小北京用上了 正如庄子所言 切服水之鸡也不厚 则其负大粥也无力 负杯水于熬堂之上 则借为之粥 治杯烟则焦 小北京之所以能做出这架势 并且把对方吓得一愣神 关键还是在于他基本功扎实 伸手过人 打架时面不改色心不跳 如果换了二狗 打架时摆出这架势 非被人嘲笑终生 不可